哈喽大家好啊 我是小频道胖家的妮可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我过去的读书法 但是这个读书法呢 有点不同在我到不同了 所以就希望大家就不要嫌弃吧 那在平时生活中呢 有些人见到我都会觉得我是一个很厉害读书的人 但事实上我不是一个非常厉害读书的人 因为我的个人表述的话就是一个霸宗的杂杂宗的霸 成绩不是很差也不是很好 没有先天的读书天赋 考试的时候也是总是在最后一分钟才复习 没有一点的自律性 我高中的时候 尤其是我初中生高一的时候 后那段时间因为有点沉迷于小说 然后平时不怎么上课 加上那个考试的方式 初中初题方式和高中初题方式有点不同 所以那时候呢 我的第一次考试从以前 我初中平均都保持在60左右 直接跌到了总平均的40 然后高一的最后一次考试呢 也算是低空飞过苏力升班 但我高三毕业的时候呢 我就拿到了我在中学的最高纪录 就是72.03分 OK我知道可能对某一些学霸们来说呢 72.03分有点不足为期 但是对于我来说它也算是我付出的努力 换回来的成果 给我个人来说呢 网上那些什么费慢学习法 或者是你拿一张纸前面写题目后面写答案 这种方法我都用过 可是在我身上查不出太大的火花 那可能是跟我自身有点有关啦 因为我的性格比较水性 然后住宿也是比较看心情的 还有就是如果当计划赶不上变换的时候 我就会把学习这件事情 Let it go 直到考试之前为止 所以如果你们和我一样网上的方法都不同的话 那你就得自己找一个适合你自己的方法啦 那要怎么找呢 我就分享一下我个人的吧 首先第一点 你要设下你的目标 这个是真的非常关于 在我高三的时候 我会给我的下一次成绩的总比 就立下一个目标 从60到65 65到70这样 把它贴在一个你能看到的地方 然后你看到它的时候 你就会比较有一个 一股力量要去冲 那接下来第二点到第四点呢 就可能会比较需要大家花多一点时间跟耐心去做啦 我们先来说第二点吧 我发现呢 在我复习第一遍的时候 如果是一边复习一边做笔记的话 我是完全是专注不到的 因为就是一个章节里面卡 可能有很多小节嘛 然后你复习一段 在做一段笔记的时候 你的头就一直要这样 这样这样这样 因为就来来往往的 就会很快忘记 你前面已经复习了什么东西 所以我就发现到 你第一遍的时候 你一定要先专心的去听去看 看完了 在做第二遍的时候 你就可以一边做笔记 然后一边再看你的课本啊 或者是一些教学视频这样子 这样的话 就会比较有助于你去记着 整个课程的东西 那第三点呢 就是这个东西呢 不可以在考试用 可是可以在平时 你做作业 或者做零年考题的时候 真的是不会 那你就不要 就是一直陷入那个题当中 你就直接需要答案就好了 对于我这种学生呢 可能老师就是很讨厌 就是操作业这种行为 但是对于我而言呢 就是一个比较有效率的方法 我这个人呢 碰上一个我不会的题呢 就会完全陷入一种恶心血管 要么就是一直 从做那个题目又做不对 要么就是放弃不要做 简单来讲呢 就是我做题呢 我是一个不是非常有效率 然后有耐心的人 尤其是遇到那些 我不喜欢的科目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非常需要一个答案 去帮助你解题对吧 但是大家如果拿到了答案 后不要只是为了操而操作而做 你们一定要去了解 整个的解题思路 这个真的是会变成 让你去吸收你的 一些课本里面的东西的 对于这点呢 可能有些人会不认同吧 可是对于我这种人来说 就是办法总的办法了 我相信平时很多人 都是这样子互相操作业的对吧 你平时要怎么样操都没有关系 但是最重要是你要去了解一下 它的解题思路 然后也记得这种方法 不准在考试用 考试还是要得靠自己的实力来的 那第四点呢 就是可以去装够考试的加分项 这种方法呢 可能不是每一课都适用 如果要每一课都适用的话 就要花多一点时间去做研究啦 但是语文类的 之前我有分享过就是 作文方面 如果你是一个词汇比较好 可是分数怎么上不起的话 那我可以推荐大家是去问一下那些语文考试比较好的学生 去问一下他们 诶你们平时作文是怎么写的啊 然后去请教一下有用到什么样的技巧 这样子 然后再套用自己的考试写作上面 所以大家如果有想要去提高自己的成绩的话 不妨就是试试看 去问一下身边那些比你厉害的学生 去问一下他们平时是怎么做的 那最后一点呢 就是针对于考试啦 尤其是大考 你们真的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学校老师 真的相信自己的学校老师 特别是那些给你们画终点的老师 我曾经就是因为不相信我的学校老师 相信了外面的 然后显示的让我的SPM直较不及格 马来西亚的朋友应该知道 如果你的SPM历史不及格的话 那个严重性是有多大 我个人呢 是一个比较专攻做答题的人 因为我是一个记忆力比较好 比较能背的人 然而 我记得那时候我考试的呢 那个做答题有99% 不是我背的东西 然后只有唯一一个1% 就那么一小题罢了 可以让我做答 不要不信因为 有那个paper tree帮我撑着 不然我真的觉得 我的整个历史券就真的是要凉了 所以我在高三同考的时候呢 就学乖了老师说哪里 然后我就背哪里 毕竟高三的那个同考 真的是冒不起那个线了 那以上5点呢 就是我过去能用的读书历史法啦 我觉得实际这种东西呢 它从来都是没有捷径的 只有找到你自己适合的 哪怕它用的时间再多 也会因为适合你而变得上手 好啦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吧 我们就下期见吧 拜拜 by bwd6 by bwd6